有聲音好 現在同學們看一下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要畫菱形 畫菱形第一件事情並不是開Colder Bus 而是開小畫家 開小畫家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在裡面畫出一個菱形 可是畫菱形就出現一個很尷尬的現象 菱形長這樣 可是我們真的要寫是寫不出來沒有感覺的 所以老師要教你們怎麼把菱形弄出有感覺呢 所以我就拿一些圓圈圈給大家看看 如果有紅色圓圈 第一層有一個星星 第二層有三個星星 這是一顆星 然後這是一顆星 這是一顆星 所以一顆星變三顆星 然後呢 如果有些聰明的人就想到老師那我會了 再把它複製到我下去之後呢 左邊也放一個星星 右邊也放一個星星 不就是很多個星的嗎 沒錯你很聰明想到這個技巧 然後呢當然我們就繼續複製啊 往下複製 往左邊複製星星 往右邊也複製星星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星星到底怎麼畫呢 它有一個要訣 寫程式不是從頭被程式背到尾 因為你寫不出來 要寫程式的要訣 就是先有個工具開很大 我們不印星星 我們只印數字 這是y等於1的東西 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寫 這是y等於2 接下來這寫y等於3 我現在在寫什麼呢 我在寫說現在是第幾層喔 所以y等於有一顆星 y等於2有兩顆星 這題的寫法技巧 根本就不是畫星星 而是要用回圈 所以我現在試著寫回圈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for圍圈 int y等於多少 y小於多少 y++ 我們的程式要先把這個形狀寫出來 先把形狀寫出來 掛號掛起來 裡頭要印星星 不 我不印星星 我印數字 我把y印出來 我希望這邊在印的時候是1357 然後呢 星星繼續往下畫 我們希望下一個畫到星星應該是更多星星 所以再來複製一下 東東 這麼多星星 然後 星星繼續畫 然後呢 所以 12345 然後呢 6789 所以y有哪些數值呢 他從哪裡開始 請同學回答 y從哪裡開始 1開始寫1 y從1234 然後5 6789 所以總共有9層樓 我這邊寫下9 或是寫5層樓 從1到5 沒關係 我就先寫5層樓 12345 5層樓 我們就執行了 注意 我們不是畫星星 我們先印數字 看到這邊寫1234 12345 不對了 所以我們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這樣寫寫不好 我們可以就從1開始 到小於等於5 有同學問 老師不是小於嗎 又被小於等於 我說這叫進階型 基礎型的寫法 是這樣寫 for int y等於0 y y小於5 y++ 這叫基礎型 基礎型的意思就是說 從0開始到小於5 會跑5次 現在人類理解是進階型 從1到小於等於5 所以記得 改了 改變了 也改變了 所以這進階型通常改掉 所以我們現在學會一種 for回圈圈的進階型 我們印出數字之後呢 可以從1樓到第5樓 12345 所以第一步 印數字 那第二步呢 我們要印星星有幾個呢 1顆星 3 5 7 9 請你印出 C3579 please 135579 我們希望從y從第一樓到第5樓 可是印出來的數字 卻是13579 同學們就開始緊張 不知道怎麼寫 我快講完了 我教大家個秘密 講完 你就會了 你就覺得怎麼那麼簡單 早點跟我講嘛 如果補一顆星星 補一顆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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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什麼 24 6 8 10 所以我們現在不要先印星星 我們先印出24680 你能不能印出24680呢 我們把y乘以2 印出結果是 24680 重講一次 我們在寫乘式的時候 是先印出一個數字叫做12345 然後我們把12345乘頭 y就是12345乘頭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 沉密的數字叫y乘以2倍 就是現在的24680 那你要怎麼變出13579呢 你要紅色的13579 對不對 有同學想到了 非常好 如果把數字簡易會發生什麼 好好笑的事情呢 就變13579了 所以這題的寫法其實是 不是直接想零星怎麼畫 而是先數一下有幾層樓 有五層樓 有幾個星星 那我先用24680 24680做出來之後呢 再變出-1變13579 所以這題呢 如果背乘式碼 或背這種噁心的數字 保證背不起來 所以你看圖片反而記得起來 圖片就是它的記憶技巧 所以 精彩來了 精彩就是 for int i等於0 i小於 y乘上2-1 i++ 這個就是今天的城市的要訣 當數字13579沒問題了 我們找到13579了 我們把它當重要的卡榫 開關 決定現在要印幾顆星星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印星星喔 pointf 印一顆星星出來 這就是印星星 所以 動 左邊是y 動 右邊是星星 大大大大大 動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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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1有1顆星,3有3顆星,5有5顆星,7有7顆星,9有9顆星 所以 Y有幾層樓在這邊決定 如果現在Y不要5層樓,7層樓也沒關係,總之有個Y 用Y當卡榫先印數字看OBOK,13579 OK了,當作回圈的開關 我們已經把層次寫完了 我們把數字刪掉之後,這就是菱形的星星數量 菱形的星星就長這樣 只是呢,好像變很肥的三角形 13579,我們希望往右推一點點 怎麼推呢? 第二個要決,7分鐘講完了 要決如下,我們畫一條黑色的線做對稱軸 再畫一次黑色的線做對稱軸 咦,怎麼變這個形狀?太耳爛了,沒關係 圓形也變直下線 這做對稱軸,左邊這邊有很多空白的東西 所以重數一次,這有幾個 12345 五個正方形裡頭,我希望空白的數字 是 如果你看不懂,我再畫一個方塊加深你的印象 在這個方塊裡頭,我們發現 有星星跟空格,全部的寬度有這麼多 全部的寬度 如果星星用掉一格,左右就剩下給他拿去用 星星有三格,左右分享拿去用 所以有兩種算法,算有幾個空格 我們把空格印出來 中間印星星 然後呢,我們在前面要印空格 for,int,什麼鬼,不知道 印的i等於0 i小於不知道什麼鬼,不知道 然後呢,i++,我要印出空格 point.f,我要印出個空格 然後呢,我們再看下面這邊,再繼續做試驗 也是一個i,我們要印很多空格 左右更分享一些空格 要分享幾個呢,不知道 數字數一數吧 如果這個是空格1,2,3,4,5 所以這是4,3,2,1,0 4,3,2,0,1,0 就是空格星星的空格的數量 我先把答案4的寫出來 再跟你講他怎麼是寫出來 總之要填個空格 怎麼寫呢 如果原來數字有五個數字 減掉y的數字 是空格的數字嗎 我們先看一下結果,讓大家開心一下 我們再講解為什麼 我們先把他講解出來喔 因為時間到了 請看 聖誕樹出來了 有人會說,老師啊 i不是用過嗎? 你用第二次為什麼不會當機 我們在課本上有些人講 或是有些老師教學都把i寫在最前面啊 為什麼我要寫forge圈i寫在中間去 我說,這是進步 新的寫法,正確的寫法 副檔名是cpp 你這樣寫以後程式碼 複製來複製去 它都是獨立一個單元 i在這裡面做動作 外面不影響 所以,印的i這樣寫不會出錯 這是比較好的寫法 不管啊,反正你只要記得原則 這樣寫 這個數字,決定要印幾個空格 或印幾顆星星 由形狀左邊都一樣 右邊都一樣 由這個開關決定 以前forge圈要記三個數字很傷腦筋 今天經過老師教導之後 你知道forge圈只有這個櫃子最重要 你只要寫基礎型 從0到小1多少基礎型 這地方寫數字多少 那麼它就會跑幾個星星 畫幾個空格就全部做出來了 這就是簡單的0型的上半部 我們叫聖誕樹的上面三角形 下一個問題出來了 我們看完之後呢 有紅學就說 哦,原來是先印數字 想要印什麼數字 想完之後呢 好像就有感覺 下面 我們要印聖誕樹的下面 什麼意思呢 程式是這樣寫出來的 不是一次直接從頭key到尾 背不來 y是1 就是印1 y是2 第二層都印這樣子 所以1,2,3,4,5 下面呢 有紅學說 老師那我會了 複製貼帳 怎麼會呢 你看喔 很好玩 這是樓下的 1,2,3,4,5 那我就從5,4,3,2,1 不就OK嗎 5,4,3,2,1 大於等於1 y- 這樣不就5,4,3,1嗎 我說太聰明了 你果然天生適合寫成4 0型就寫出來了 它怎麼寫出來 這麼簡單 它要怎麼做呢 我教大家記的訣竅 for圍圈 這個你可能沒有感覺 只要記得 中間寫多少 他就做幾次 中間寫這個奇怪的數字 13579 他就印星星13579 印星星的前面 印空白 星星的後面 印空白 就這個空白印出來 先印一點點 看看結果好不好 不要從頭背到尾 先印13579 再印星星 再印左邊空格 右邊空格 中間留一下一下 空白不知道寫多少 打問號 不知道寫多少 後來看了這張圖之後 數一下 它是四五 全部是五格 用了一格 剩四格 三格 兩個一格 四三二一 就是倒過來 Y原來是5的話 5減掉Y 就到過來 所以這地方就寫 圓過號 5減掉Y 這題就寫完了 如果它是5 那麼就從5減掉Y 上面三三角形寫完 這邊還沒寫喔 先寫完上面的三角形 跑出這個結果 聖誕書很開心 下面要做事情的時候呢 就想上面既然可以成功 太好了 我們就把程式碼寫完了 直接做複製 複製的時候呢 思考一個問題 Y 決定現在聖誕書長怎樣 聖誕書現在畫的結果非常不妙 變這樣 菱形前頭顛倒了 開關卡榫是誰 Y 是1 所以1到5 1到5 那麼反過來就從5到1怎麼辦 所以這邊就改寫5到1 注意喔 第一個從1變到5 第二個從5變到大於0 或大於等於1 隨便你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或大於等於1 最後呢 要記得Y減減 也就是 第一個空格 倒過來 第二個空格 倒過來 第三個空格 倒過來 如果你倒錯怎麼辦 管他那麼多 先跑出來不對再修馬 寫成是修改的過程 修改就對了 同學們 同學們發現個龜毛的事情 1 2 3 怎麼沒有尖尖的 頓頓的菱形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呢 我們希望這邊縮一格啊 所以真的在寫的時候啊 不能從5開始 要小一點點 從4開始 降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看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尖尖的菱形 不是更漂亮嗎 哦 有感覺了 下一件事情 我教大家一個秘密 這是數字5 5代表5層樓 這4代表幾層樓 不管啊 反正5代表幾層樓 有感覺了 4就是5-1嘛 如果現在希望星星變很大 最後做結束 比如說我們現在印個數字 印的N N等於9層樓 我希望是數字9 所以呢 5變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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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也是5變成9 全部變完 就恭喜你就寫完囉 5變成9 全部寫完了 還有這個地方 4圈這個地方呢 從5變成-1嘛 我們先寫N好了 先倒過來去看 1到N N到1 倒過來 跑出結果 哇 出來了 那你希望更大的星星怎麼辦呢 我們希望今天星星有 15層樓的星星 嚇死你 你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要有多大的星星 只要改數字就好 這叫變數 這個數字會帶進去 就做完變數 只是呢 有人比較龜毛說 這裡怎麼多了一個 那多了怎麼辦 要少掉一格啊 先寫N之後呢 再少掉一格 -1我們試試看 結果像不像真的菱形 跑出來結果 哇 真的很像菱形 非常開心 所以改數字就做出菱形 層次寫完 注意 直接被程式碼 看程式碼絕對會出人命 所以老師教你